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个蒜苔炒肉丝 肉丝要想做得好,这两步绝对少不了 第一步就是把肉要提前腌制,提前入味 加盐,老抽,生抽,胡椒粉,一个鸡蛋清 鸡蛋清可以使肉汁更加滑烈 加这个淀粉的目的是锁住肉里的水费 吃起来更加爽滑 加这个植物油的目的是让肉下锅之后 能快速地滑上,不容易相互粘连 什么季节是什么菜,这个季节剩下蒜苔 我们就选择蒜苔 可以选择其他的,我请教代替 我们准备一个红椒,非常细丝 这是准备点葱和姜切好备用 第二步就是这个瓦锅,把锅烧热,烧至冒烟 再加入油,把油烧至冒烟之后 再加入油烧至冒热之后 再加入油烧至冒热之后 再下入肉丝 这样肉就可以用于干锅 我们平时炒任何肉的程度 就可以用在油热 你看这效果可以看得错 基本上就干锅吧 把肉炒至冒热之后 把肉炒至冒热之后 加入这个葱和姜 把炒香之后 我们加入这个蒜苔 把这个蒜苔炒至冒热之后 我们加盐 就是成味 加一盒也成味 这时候我们加上这个红椒丝 就可以出锅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颜色 这个肉汁滑嫩的程度 用盐都可以看出来 特别吃起来 特别滑嫩 颜色也特别鲜亮 谢谢大家 再见